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 又是我Gobi 上一段影片跟大家分享過 平時洗完澡 都會塗油去做少少保養 這次影片 索性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個油的配方 其實有幾個功效 一來我有少少濕疹 還有色素印 亦想過循環好一點 我也是用到這支油 一支油有齊 那麼多功效 還是有什麼在裏面的呢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看下去了 開始之前 少少的disclaimer 首先我不是一個香薰治療師 我自己本身 用到精油大概 半年至九個月的時間 以下的內容就是 我自己的一個小偏方 如果大家有想分享的話 歡迎在這裏留言 我知道雜思港益 總比我一個人學習 來得好 香薰治療 都本身是自然療法裏面 其中一種來的 精油是一些很 濃縮的植物精華 如果大家在使用的時候 要留意是需要稀釋的 而且每一種精油都有它特別的功效 在使用之前 記得要多看一些資料 如果你是懷孕的話 記得要留意 不是每一種精油都可以使用的 那就要特別留心了 好了 我們進到正題了 首先做之前 我們看看這個工具 我這裡有一個膠棒 用來突然加了精油 用來攪拌 身體油 然後有一個細細的漏豆 前面細的這個 其實我剛才的筋跟這個漏豆 都是在Moji買到的 好像是一套有三件的小工具 之後就有一個 其實就是我之前做一些染髮劑 的時候留下的工具 它剛好是一個細細的涼杯 有一個15ml的黑度 我們今次做這支身體油 都是30ml 涼涼涼 一個細細的玻璃盆 是我們混合的容器 還有一個茶色瓶 因為想保存得好一點 所以我用茶色 它就防 UV 我用回我喜歡用的 Saflal Oil 純粹它清爽得來 也沒有味道 而且很快吸收 如果大家是比較乾的話 也可以用到 是一個非常好的保護油油 之後 這三支精油 我特別挑選 專門用到 我這個情況 首先有一支 黑胡椒 有人經常說 你手動腳動 如果是的話 這支精油就適合你了 因為它可以幫你 改善血液循環 同時可以有抗炎的功效 你會不會有水腫的問題呢 如果有的話 也十分適合用 Juniper Berry 這個 叫做 稻蟲的精油 可以幫忙排毒 有利料的作用 以及可以加強代謝能力 另一支 同樣有去水腫功能 就是CPAP Cypress 另外它也可以幫忙收縮血管 我自己有少少輕微的 靜脈曲張 所以我都會加 Cypress 在我的身體油 好了 開始做的時候 我們首先要量一下 carrier oil 我們就擠大約 30ml的 Cephala oil 然後把這兩鑽的份量加到玻璃盆裡 之後我們就會加精油 為什麼一定要用carrier oil呢 因為精油本身是不用在任何不是油的煤界 所以一定要用油 而且精油是十分濃縮的東西 而且效用很厲害 所以每次用很少很少 其實我們這次30ml的Body Oil 我們就是需要用到六滴精油 我每一支精油都會加兩滴 其實大家可能記得這個方法 就是10ml的底油 就加兩滴精油 這個份量就是一個適合的 塗在皮膚的稀色度的份量 之後我們就用膠的棒棒 輕輕攪拌一下 然後基本上已經完成了 之後我們就可以進入瓶了 進入瓶呢 我就用那個小小的流豆 輕輕攪拌起它和瓶口 讓它有一點點空氣可以走進去 如果不是呢 因為流豆已經很小了 所以會很瘋狂 如果你還不滴起它 那它空氣進去 基本上很難會 可以流到一些油進去 瓶裡面 所以輕輕滴起它 有一點點空氣走進去 它就會順利很多 基本上我們這個Body Oil 已經大功告成 平時我怎麼用這個油呢 每次洗完澡之後 都會塗在皮膚上 我主要是用在手手腳腳的位置 因為有些水腫 也有些膠 各樣東西 我會重點塗在有色素印的地方 因為本身的Saflal Oil 都已經可以幫忙 抗炎和活血的功效 對色素也有少少幫助 這就是我平時的D.I.Y的Body Oil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如果有什麼不明白 或者想分享的 都不妨在這條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要Like和Subscribe 如果覺得有用 記得Share給你的朋友知道 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